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套魔王最早呢 其实是在今年10月初 偶然之间在原摆的玩具店有看到 会特别强调原摆 也是因为魔王后来又有再到新王三月 又有再到文青秀泰 以及比较远一点点的新时代 都没有找到这一套 隔了一个礼拜之后 魔王也就先去入手了一盒 那另外这一盒啦 是魔王哥哥购买的 他是想要偷啊 但是是没有抽到的 结果又再隔了三四天 魔王去原摆 这套基本上是已经缺货了 不过今天既然会特别来跟大家分享 当然魔王呢还是有找到地点来贩售 魔王这边当然是没有接业配的啦 不过呢 相信大家看到这样子专属的标签纸 应该也就知道 这次入手的地点呢 也就是我们知名品牌的玩具特卖会 价格的部分呢 那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啦 官方的定价是在250块 那在特卖会这边呢 定价也就是在183块 当然有可能要再考虑这个场地费 以及一些手续费 不过价格换算起来啦 是真的很便宜 所以魔王也就一次入手了四台 对了 这一套的话呢 是以盲盒的方式推出 但是它的种类 其实全部也就只有四种而已 第一弹推出的四伟VTuber 应该也不用魔王多做介绍啊 Towa Pecola Miko 以及最后的好壶 魔王个人也很喜欢这一套 有机会可以再推出第二弹第三弹 有很多想要的VTuber 有机会合作的话 推出这种痛痴啦 还是很值得收藏的 那这边魔王也就先不多说啦 直接先开箱后面这两台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推出的车款 其实也是TOMICA自家的原创车 之前有推出像是米奇的这种痛车系列 大概都是以这种面包车的方式来呈现 魔王个人其实也算是蛮喜欢的 呈现才会涂装 但也就可以变得比较大一些 这边啦 魔王开到的第一台 其实也就是Miko 前段时间首场的演唱会 魔王也是有参加的 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这次的灵敏小车啦 可以看到左侧的地方 是以全满板的方式来进行彩绘 整个印刷涂装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晰 车头这边车灯的部分啦 以及一个小小的备台 都是有完整呈现出来 车灯涂装算是比较简单一些 车尾的部分 该有的车尾灯一样是有涂装的 但也就走一个比较简单的路线 转到另外一侧的话 也就是直接以HOLO LIFE 大大的logo方式来呈现 图装方面来说 也就变得比较简单一些 TOMIA本身的小车子 该有的这个悬吊机关 避震的机关呢 这次一样是有完整融入的 座围的地方 同样是采取一个左夹的设计 正架副架的位置呢 也都是有完整呈现出来 主要的话 还是看侧边的彩绘细节 魔王个人还是很喜欢 这次的联名系列 OK啦 那第一台Miko的车款呢 一样也就先放旁边 那接下来来看第二台开刀的车子 第二台魔王这边开到的是好壶 车身的颜色也会搭配角色呢 来去做一个基本的变换 左侧的地方呢 一样是一个全满版的涂装 设计来说也是很可爱的 好壶这边也是走一个 比较淡蓝色系 眼里面的座位 也都是会换成相同的色系 后车身这边 也就改成相同的淡蓝色 不过魔王个人啊 还是希望后面有一点点涂装 不然看起来还是稍微单调一些 另外一侧 大家熟悉的HOLO LIFE logo 涂装方面的设计 这次应该都是采取相同的路线 在这边基本的可动啦 悬吊的部分呢 一样是有完整呈现出来的 OK第二台好壶的车子 我们俩也就先放旁边 至于接下来的两台呢 也就只能从这四个里面来抽选啦 魔王也就先从前面的这一盒来进行开箱 希望是可以直接开到我们的PECO啦 没想到真的开中了 但老实说啦 其实也就顺序问题而已 毕竟魔王是一次入手了四盒 这一次的四台当中啦 魔王觉得最好看的两台 一台是PECO啦 另外一台呢 其实是TOWA的车 虽然魔王是比较少follow他 但是在色彩上面的搭配呢 其实这两台算是最抢眼的 PECO啦这边主要的淡蓝色系 再搭上这种橘色 比较抢眼的色彩 凸显出的风格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强烈 所以他这边呢 同样是以橘色的方式来设计 再加上正前方的备台呢 同样也都是以橘色比较强眼的方式来制作 本身的车子 看起来的色彩 就会比较缤纷一些 刚才的后车灯 一样是改成了橘色的方式 那另外一侧的HOLO LIFE 也就不用魔王多说 第三台PECO啦车子 我们也要先放旁边 那接下来剩下最后一台TOWA的车子 希望前面的最盒啦 就可以直接中奖 我们赶快来进行开箱吧 第二台的Miko 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最后一台TOWA顺利开到 粉紫色搭上荧光黄 也是走一个很抢眼的路线 车头的部分呢 背台这边也是荧光黄 连着里面的座位呢 都是采取荧光黄 转到后面 车的部分 不要多说 以及侧边HOLO LIFE的LOGO呢 也是有完整印制 魔王虽然没有特别follow 但还是觉得 他这一次的整个版面设计呢 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OK啦 那魔王这边也算是完整凑齐了 那至于最后一台的话 魔王推测啦 应该也就是我们的好壶 毕竟是完整的一中和啦 所以魔王这边啦 应该也就以这种 全新未拆的方式继续保存 最后魔王这边啦 还是稍微拍摄一些小吃的细节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接近画面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分享主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Hole Life推出联名的相关玩具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 洛伊德的系列 当时也是推出这个白上好壶的专用集 那在更早一点点的时间啦 我们的兔田也是有跟着万代殿民推出的这个 TAMAKOCHI 也就是这个电子宠物的系列 不过那一套啦 算是比较难取得 它是日本的PP商店限定 最近的话啦 TAKA TOMI 又有机会以TOMICA的方式呢 推出这种限量的痛车限量的小车子 魔王当然也是很推荐给大家啦 不管你是喜欢小车子的朋友 还是你是喜欢Hole Life的朋友 这一套都是很值得入手 很值得收藏 但未来的话啦 魔王这边有在入手其他相关的周边 又或者是我们小车子的系列 最近是真的入手蛮多的 之后也就会再找时间 慢慢来跟大家开箱 慢慢来跟大家分享 我是魔王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